有趣的灵活万里挑一好看的电影天天都有 今天给大家介绍男子有强迫症 非要做完一件事才能安心入睡的江子牙预告片 前不久上映的《哪吒之魔童将士》 吸引了很多哪吒的粉丝 影片讲述了哪吒逆天而行斗到底的成长故事 因为深空暴的捣乱 他以真人误把游魂圆珠提炼的魔王给了哪吒 本该成为英雄受到万人景仰的哪吒 就这么成了人见人讨厌的混石大魔王 面对世人的不理解 哪吒也受了很多委屈 但他始终有一颗正义的心 没有放弃去当一名英雄 在天节来临之际 哪吒选择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他撕掉了护身符 在朋友敖饼的帮助下度过了天节 但哪吒和敖饼也变成了魔王和灵珠 灵珠投胎为人 驻周伐咒时可堪大用 在周伐咒的大任中 还有一个人至关重要 他就是在河边无耳垂钓的江子牙 大年初一江子牙看着刚钓上的大鱼 开始准备年饭 他将豆腐下锅 萝卜切片 饺子摆成完美的螺旋状 就连配菜雕花 他也一丝不苟的做好了 这时客人也带着礼品 前来拜访江子牙 江子牙看着前方的哪吒 伸手将哪吒的裤子弄好 但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 很快又将裤子弄回了原状 在饭桌上 哪吒将江子牙精美的摆盘弄乱了 将汤汁撒得到处都是 江子牙不忍直视的挪开双眼 哪吒却变本加厉的 弄倒了江子牙 好不容易完成的雕花 江子牙气得当场捏爆了杯子 但他一个成年人 也不能跟小孩子置气 吃完团年饭后 江子牙看着哪吒满脸油的 跟他挥了挥手 半夜江子牙翻来覆去睡不着 突然江子牙坐起来了 他打开门一溜烟地跑到了哪吒家 江子牙无视哪吒父母询问的眼神 直奔哪吒的房间 这会儿哪吒还在和熬饼玩耍 江子牙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绢 将哪吒脸上的油擦干抹尽 做完这一切 江子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江子牙回家后 躺在床上 这下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突然江子牙再次坐起来了 不得不说江子牙的强迫症 还是很严重的 食物摆盘要整齐 雕花要精美 不能有错 哪怕是他目光所及的哪吒 也要求做好一切 甚至忍不住纠正哪吒的裤子 追到哪吒家去帮哪吒擦脸 最后江子牙再次从梦中清醒 不知道他是想起了自己还有什么事没做 还是想再次拜访哪吒家呢 江子牙的预告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之后的故事可是留足了悬念 想必很多人过年都要学会一会这一部国漫 近年国漫获得越来越多的好评 从制作了三年的大神归来 到后面的白蛇缘起 每一部国漫都是费尽了编剧导演的心思 同时国漫取得的成就也是惊人的 哪吒之魔童将士 在国外上映时也获得很多好评 中国动漫正在崛起 在全世界中崛起 相信江子牙也会让观众寄行而归 那么春节党你会看哪部电影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